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因事故被雇主解雇是否一定不可以领取失业金呢? 答案是不一定的 如果自己辞工是因为被雇主或公司其他人强迫你辞职 亦都有可能领取失业金的 就算是因为犯错而被辞退都有可能拿到失业金 原因是失业保险局的条例订明只有所谓故意犯错 Misconduct 才会失去领取失业金的资格 故意犯错是需要具备以下四项特点 第一 顾员的行为是他职责的主要部分 第二 顾员严重地违反职守 第三 顾员违反职守是故意 willful 和极不适当 wanton 第四 顾员违反职守是漠视雇主的利益和对雇主有损害 所以 除非是因为极严重和故意的错误而被雇主辞退 其他被辞退的理由 例如 做事不小心 或者 你不做得碰你份工等等 都有可能得到失业金 因此 无论是什么理由被辞退 都可以试下申请失业金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半钟见面